现在我们可以在它的正立面上来绘制一下它的这一个飞檐 但是正立面绘制的飞檐到时候肯定有一定的偏差 因为这个飞檐是卡在我们的这一个 刚刚我们说过的这个斜边上的 这是一个三角形 我们现在绘制的是它的直角的一条边 这条边肯定会比里面的这一条边要短一些 所以到时候我们绘制的时候 正立面上绘制的时候肯定会出现一定的误差 在这里我们先绘制一下 待会再来调整就可以 我们可以先随意的绘制一下 我们可以先将它画下面一点 不用画得太上 因为它是穿插在里面的 我们需要大概的画一下 我们需要大概的画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将这个飞檐的角大概的画了一下 调整一下它的点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在这里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下处理 可以再挤后一点 FFD2的命令 然后我们可以将它前面的这一个角往中间收一点 稍微看起来小一些 然后后面的两个可以稍微让它大一点 然后我们可以将它旋转一下 在这里可以设置为45度 因为它是正方形的 旋转一下 这样位置摆放好 往下移一点 在这里要调整一下 或者直接使用FFD3 先转换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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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们的这个飞檐就已经基本摆放好了 这些绘制好了之后都可以对它们进行一个颜色的添加 选中 添加颜色 前面的这部分有了之后 现在我们再来侧立面上进行这个飞角的摆放 还有这边的这部分我们一起复制来进行一个摆放 其实在这里我们的这一个也可以往里进行收一点 做到二分之一到时候直接进行复制就可以 直接选中它们 成组 拷贝在这里可以实列复制 进行 在这里我们说过到时候还有一个地方需要添加一个圆形的 我们到时候将位置留出来 我们看看我们的摆放 我们可以选中一个圆 对它进行一个复制 对它进行一个复制 在这个地方我们会发现它的正里面和侧里面接不上 这是因为它的脚画的时候可能有一些问题 我们暂时先这样做着 这里同样的我们来摆放一下 大概差不多就行 有一点在这里有一点漏了 上面这个地方出现了漏缝没关系 到时候我们可以来调整 然后我们看到的是侧边 这一边还需要被填起来 这一边的填起来 我们来看CD它的画法 它的这个是个山墙面 上面是一面墙 下面才是那个瓦片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的进行一个复制来进行处理 我们先选一个出来 在这里直接选拷贝不要选复制 不要选实列复制 然后将主进行解开 我们将这一块再解一次 将这一块delete 这边的这一块删除 现在我们只留下了这一边 对它进行一个成组 然后来摆放一下 在这里我们大概能看到它还要差多少 或者多了多少 我们将多余的部分进行删除 当然在删除的时候 记得不要将下面的这个面删除掉 我们将它取消选择 然后将多余的瓦片删除 delete 然后来更改一下它的一个长度 重新对它进行一次成组 将位置摆放好 F6往下移一点 在这里好像有一点短 我们可以复制一个 或者是直接FFD 拉一下 拉到差不多的时候 然后我们可以将它选中 将这一个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它的 多余的部分进行切除 我们可以先将这个组进行打开 open 选中它 再打开一次 从这里开始直接进行一个切片 现在来切一下 在这里还要将它们全部塌陷到一起 转化为可编辑网格 可编辑多边形 然后来进行切片的处理 快速切片 在这里可能要画一条辅助线 不然的话没有点进行捕捉 画好之后 同样的选择线 选择一下分割 进入元素 将这一部分进行删除 我们的辅助线也可以进行删除了 在这里 这样这边的 这个网我们也已经补好了 补好了之后 同样的复制到右边 镜像一下 摆对好位置 位置摆对好了之后 现在我们要来画它的这一个三墙 在画三墙之前 我们还要先来画一下 它的这一个 有一些造型的东西 我们可以将CAD切换到我们的 侧立面 将剖立面进行取消隐藏 将剖立面隐藏起来 然后来绘制一下它的这一个 轮廓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然后将这里的墙体封上 接着我们来绘制一下这边的这一个三角形的墙体 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 从下往上的看 在这里会发现 它和我们的屋顶是接不上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 屋顶的绘制 我们来绘制一下接上屋顶的这个墙体在侧立面上 然后将两边的屋顶选中 和下面的这个墙选中Water角Q 将它们先孤立出来 然后我们选择用线 来进行绘制这一面三角形的墙体 在这里我们要将我们的模型放大一点 看到墙的脚在这个地方绿色的 然后我们来大概的绘制一下它的一个 三角形墙面的轮廓 在这里我们可以绘制一下 同样的在这里找到它的那个三角 它下面墙体的顶点 然后接过来找一下 绘制好了之后 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同样的挤出我们的墙体厚度240 然后将它们对齐顶视图上来摆放一下位置 然后添加它的材质 这样我们可以观察到 这边的这一面墙体我们就已经做好了 做好了之后把这边的复制到我们的右边 然后在这里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CAD 在它这边还有一些上面的一些装饰的线条 我们可能要绘制一下 我们直接来进行绘制 然后再进行绘制装 全部用线条 来进行一下绘制 在这边我们只用绘制2分之1就可以了 同样的我们说过要将它们的起始点 调整到一致 我们先将它们附加到一起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起始点不一样 为了到时候让它们扫描出来的方向一致 我们在这里将它的起始点进行一下更改 然后对它进行扫描 更改一下参数 然后镜像的复制 或者复制之后再对它进行镜像都可以 摆放一下它们的位置 可以将它们在这里塌陷到一起 然后给它一个颜色 然后给它一个颜色 在这里的墙体和我们的瓦 这里还有一个缺口 我们到时候要做一个量 来将这里进行一个补上 在这个地方 现在我们先来绘制一下 接着我们开始来处理这个瓦片 和它的一个强体之间的这个关系 我们首先将它们孤立出来 Water加Q 在这里我们可以把这里添加为瓦片 也可以做成别的东西 在这里我们可以先给它添加为瓦片 这种处理方式 这边的瓦片不够长 在这里我们可能需要将我们之前的比较长一点的瓦片 复制一部分到这边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处理 首先我们将这边的组进行打开 我们可以先复制一部分出来 对它进行一个组里面的分离 在这里detach 让它脱离这个组 单独的成为一个组 在这里我们detach 它现在就不归这个组来管理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它进行一个关闭 然后我们将这两个选中 Water加Q 鼓励出来 旋转一下我们的 刚刚选中的这一部分 对它进行一个复制 在复制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下往上来进行一个复制 直接输入20或者多少 到时候多余的进行删除就可以了 同样的因为之前我们已经FFD过 在这里同样的也可以使用FFD来调整一下 好像还差一根圆的 我们在这里看到这边收尾的时候应该是个圆形的 我们可以将主打开 复制一根圆形的一根圆形的 再将主进行一个关闭 或是直接将主全部的炸开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 塌陷的操作 让它们成为一个物体 然后再来FFD调整一下它的长度 在这里长度不够长 调整好了长度之后 现在我们需要将它们的再转化一下 转化为我们的可边挤 多边形 然后将它和我们在这个地方的位置对齐 谢谢大家